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4月16日星期五 早上的第一節 我們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根據教育局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 在2020年21的學年 一共有超過19,000名中小學生退學 有小學校長更說 退學潮仍然未見頂 在明年將會更加嚴重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一起去檢視一下教育局的數據 究竟在官津中小學和國際學校的中小學 退學情況是怎樣 我們先看看整體的數字 所有年級的學生人數 其實都是比上一個學年減少 總人數 就從592,000多人 減到572,000多人 實際減少了 19,379個學生 在公營和直資小學方面 學生人數 減少了 4,899人 流失率 1.85% 至於在官津中學方面 流失人數 最為嚴重 減少了 9,195人 流失率 3.59% 至於國際和私立小學 少了 3,390人 流失率 7.05% 至於國際和私立中學方面 減少了1,895名學生 流失率是最高的 8.32%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事實上就是爆發了一個 移民退學潮 當然 中學生 比起小學生為之多 這個都可以理解 因為可能有部分的家長 他們就決定是 先送了一個子女去外國讀書 那麼家長本身就留在香港賺食 因為 作為一個中學生 始終有差不多的年紀 就算送到寄宿學校 他也有治理能力 來處理好他的生活 也可以理解 至於國際的 中小學 流失率比起官津學校 多了一倍 又可以理解 因為 讀得國際和私立的中小學 始終家長也有 差不多的經濟條件 才能讀 所以這班人 拍拖子 應該可以走得到 所以那些家長送自己的子女出國讀書 負擔得起有餘 再加上 有部分讀國際學校的學生 他本身都是擁有外國護照的 他去到外國就讀 所需要的手續和程序 相對來說都沒有那麼繁複 所以 國際和私立學校的流失率高是很正常的 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就說 在過去兩年 本港的社會事件 政治環境和教育改革的一系列變化 不論哪一種政見立場的家長 都對於本港的未來發展感到憂心 和失去信心 有能力走的都會走 暫時不走的都會把子女 轉往國際學校就讀 為移民作好準備 他還說 今年的退學潮 仍然未見頂 明年的情況 可能會更加嚴重 我都很同意他這個說法 應該明年還會更加厲害 昨天有一張路透社所拍的圖片 在網絡上引來很大的迴響 那張是什麼圖片 其實就是拍攝了一班小學生 在一個模擬的地鐵車廂裡 嬉戲 其中一名的小學生 就拿著一把假槍 指向了另一名的小學生 有不少的網民 就把這個情境 聯想到831事件 在網絡上這張圖片就封傳了 我不貼出來 因為避免有版權的問題 在這裏又要趁機跟大家解釋一下 作為一個網台也好 KOL也好 或者是網絡節目也好 其實 根本上就沒有任何一個途徑 是可以 向那些 新聞機構 合法地 來去 撒取這些圖片 使用 你說比如有沒有一個機制可以說 你付一定的錢 然後就可以買了那張圖片的使用權 是沒有的 因為始終不是一家正式的新聞機構 所以 如果擅自使用了這些圖片 就有機會 構成了侵權的行為 你侵權的時候 就會惹上很多麻煩 我為免 這些麻煩 所以我就決定 一張圖也不貼出來 其實這些圖片 大家可以在社交媒體平台上找得好 討論區上也有 就算看不到也不要緊 我描述給大家聽 口述也一樣 說回這些圖片 在網絡上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因為 令不少人聯想起831事件 而這件事 在很多人的腦海當中 都有一個深刻的落印 至今都未能夠忘記得到的 好了 現在的小學生當然 他們是無罪的 因為 他們可能有部份人 根本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樣 就走去拿著一支槍 即是仿製的 假的 那支槍當然是 在那裡嘻嘻 在那裡笑 哈哈 當然 大家就會開始思考了 作為一個家長 到底 是不是要繼續給子女在香港接受這套教育呢 我猜只是這一輯的圖片 就已經令不少的家長 加強了他們要全家移民的念頭 因為實在是不放心 搞這些活動 其實是會很影響到學生的價值觀 尤其是 他剛剛才開始董事的時候 就走去讓他玩這些 窗然後指著人在地鐵那裡笑 當他再看到 2019年那些事件的時候 到底他會以一個什麼態度去面對 是不是 這些是會很影響到那個學生本身的 另外 近年那些教科書 全部都是改版 全部都要拿去送審 經過批准之後才可以使用 很多 尤其是牽涉到歷史方面的 聚述 就已經是改到 都面目全非 比如說 近日明報報導 有一本小學常識書 在講到 國民政府 播遷到台灣的時候 竟然刪除了中華民國政府這幾個字 就改為國民黨遷台 你這個歷史觀 就已經是 有一個完全的改動了 國民黨遷台 當然這件事情 有沒有錯呢 沒錯 國民黨也是遷台 但是 國民政府也是遷台 你也要把歷史事實說出來才行 如果 你在這裡刪刪減減 你為了追求政治正確 有些事情故意不去說的時候 那個學生怎麼能夠得知到真相呢 是不是 這些已經是小事了 有些其他更加敏感的事件 只會改得更加厲害 還有 還有的就是 國安教育不僅是中小學推行的 在明年 大學也說要推行國安教育 至於怎麼推行呢 暫時就不理解了 反正來說 就沒有走雞了 如果作為一個家長 他不想自己的子女接受這套教育 他安排的子女去外國讀書也好 他全家移民去外國也好 你說這個選擇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 還有的就是 昨天明報有報導 不是昨天的今天 他們就說 元朗有一家中學 昨天在組會 以中央政府支持特區政府 在亞洲金融風暴擊退金融大鱷為例 向學生解釋 國家安全和香港人有關 並且舉辦了 國安問答比賽給學生來參與 你要怎樣解釋國家安全和香港人有關 沒有問題的 你喜歡解釋就解釋 你要搞國安問答比賽都沒有問題的 現在你喜歡搞什麼都可以 但是 可不可以是忠於事實呢 是不是 經常說到當年98年這個 激退金融大鱷索羅斯的一波 就是中央政府有份來支持 中央政府怎麼支持呢 我真的想問這幫人 怎麼支持呢 是不是中央政府給錢 托銀子下來幫你激退大鱷呢 還是口頭上哪個支持 精神上哪個支持呢 怎麼支持呢 是不是 口為而實不至 還是怎樣交代呢 是不是呢 你說那個支持 當年明明就是由 時任的財政司司長曾任權著事 以及是時任的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的大領下 特區政府就用了1100多億來入市 然後就擊退了那幫金融大鱷 那個事實就是這樣 你們忠於這件事 你要宣傳國家安全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問題 你喜歡做這些事情 但是 你說到中央支持特區來去擊退大鱷 這件事本身你怎麼去 存息呢 支持 怎麼支持呢 所以你說那些家長怎麼會放心得下呢 你說現在那些家長就算是送子女出國留學也好 或者是全家移民 使自己的子女轉換一個學習的環境也好 無可口非的 更何況就是 這幫家長都是效法你那幫達官貴人 在整個特區政府當中 有多少個高級官員 是送了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的 包括現任的行政長官 你到底子女在香港讀書還是在外國讀書呢 最諷刺的就是 教育部門的主事官員 那兩個兒子都是去澳洲留學的 即是這幫官員就算在香港搞什麼都好 他們的子女完全是不需要受這些事情的 而且這幫人很多是之前做大官之前都是做公務員的 他們就是有拿到這個津貼送自己的子女去外國留學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 這幫人平時很喜歡出來罵這個罵那個 那些人移民他們就走出來隔一餐 但是 看到這個退學潮就沒有人出來指責 因為他們自己都是其身不正的 幾乎每一個高官都是 送自己的子女去外國留學的 這幫人 既然都有這樣的選擇的時候 市民就效法也很正常 你沒得好說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些高官送自己子女出國留學的比率 相比一般的平民百姓是高很多的 這就已經是反映得到原來這幫高官自己也有這樣的抉擇 你身為父母的沒理由選一條黑路給自己的子女去走 一定就選一條好的 即是說出國留學是好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退學潮爆發的時候 沒有一個官出來說話 建制派也不出來說 建制派很多都是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 所以田飛龍說有些是兩面人 這些就是兩面人 一旦就說香港的教育如何好 自己的子女都不接受香港教育 一旦就說很好什麼好在哪裡 所以這個移民退學潮 正如 張勇邦校長所說 相信明年還會更厲害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